2020年10月15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今天有何景文為大家報道新聞 首先有新聞提要 本台獲得《香港自治法》報告傳聞 長列外國金融機構與受制裁的中港官員往來將面臨的10項制裁 iPhone 12面世之際傳出蘋果要求台積電、鴻海等多家供應商 將15至30架生產線撤出中國大陸 四川省成都大學的黨委書記失蹤 校方證實警方已進行調查 詳細的新聞內容 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三、即14日向國會提交了首份《香港自治法》報告 本台獲得報告的傳聞 當中列出了制裁10名中港官員 包括特首林鄭月娥的原因 以及《外國金融機構》與上述中港官員交往將面臨的10項制裁 湖海文報導 本台獲得的報告傳聞顯示 《外國金融機構》與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特首辦主任兼國安委秘書長陳國基 以及另外4名中共官員有業務往來將會面臨的美國以下10項制裁 1、禁止美資金融機構向其貸款 2、禁止成為聯儲局公開市場指定主要交易對象 3、禁止托管聯邦政府運作經費 4、禁止在美國管轄範圍內進行外匯交易 5、禁止和其他金融機構往來 6、禁止在美國買賣資產 7、禁止貨物出入口和轉讓 8、禁止美國人投資期股票或債券 9、禁止其法人代表入境 10、制裁公司的主要行政人員 不過報告暫時未點名任何香港銀行或金融機構 報告還提到林鄭月娥等受到制裁的原因 即是坊間所說的罪行 主要是與他們在港區國安法之中的角色有關 林鄭月娥簽署港區國安法援引緊急法限制港人自由 推遲立法會選舉 鄭若驊執行港區國安法專門起訴抗議者和反對派政治人物 鄭國衛監督港區國安法的實施 陳國基領導國安委秘書處制定港區國安法實施细則 李家超成立專門部門執行港區國安法逮捕示威者 鄧炳強 逮捕民主人士的警隊之手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24小時內拘捕10人 至於4名受制裁的中方官員 包括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 中聯辦主任兼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駱惠寧 駐港國安公署處長鄭雁雄 另外國務院提交的報告還留意到香港事態的最新進展 包括逮捕反對派議員 通識科教科書刪除香港公民抗命和三權分立 香港市民反對推遲立法會選舉 警方9月6日拘捕幾百名和平示威者 港府以虛假的指控和逮捕方式 限制港人的國際旅行 香港自由新聞 HK Free Press的編輯被拒發簽證 港人和外國的外交官見面遭到指控 在香港 特區政府回應說 《香港自治法報告抹黑港區國安法》 形容美國是霸權主義 並說制裁對香港金融機構並沒有法律效力 又說行政長官和其他官員已經表示無懼任何威嚇 並繼續無畏無懼履行職責 港府全力支持中央政府對美方採取的反制措施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胡凱文報導 美國國務院向國會提交報告 向與中港制裁官員有業務往來的金融機構發出正式警告 並將在60日內列出與受制裁人士 有重要金融交易的金融機構名單 此前已有被制裁官員稱銀行業務受影響 包括警務處長鄧炳強 而他越前向匯豐銀行還清了物業案件 並向中銀香港成案 有專家表示 相信中銀香港將會成為其中一間受到美方注目的銀行 聽下文海英的報導 美國國務院是當地時間星期三 向國會提交首份香港自治化報告 列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等十名損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員 長列制裁理由 並說財政部將會聯同國務院在60日內 列出與受制裁人士有重要交易的金融機構名單 雖然這次報告暫未點名任何銀行或金融機構 但提醒如果與受制裁的中港官員有業務往來 可能會一拼被制裁 法案要求總統一年內對被點名外國金融機構 實施法規中所列的十項制裁中至少五項 最遲兩年內採取全項制裁 制裁措施可以包括 禁止美國銀行放款和提供信用額度 禁止美國公民大量投資或購買 該機構的股票或債券 制裁公司行政人員等 早前有港媒踢爆 受制裁人士之一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在8月份美方宣布制裁前三天 就個人名義持有的住宅單位向匯豐銀行還清案揭 並在同日向中銀香港承案 不過當時鄧炳強聲稱 這個舉動並非受制裁影響 然而轉到中資的國際銀行 是否就代表逃過一劫呢? 香港前銀行法規部調查主陰勞俊宇 接受本台訪問時 指出中銀被制裁的機會相當大 在客觀裏面的標準始終 最穩添淋妥都是和未及嘗試沒有建立關係 或者斷絕任何所有關係 盧俊宇還說 目前中美之間處於臨界點上 他觀察到美國在執行上 仍然不太緊缺 即使執行令已經推出 但是監察金融機構 或者國際企業情況上 仍然較寬鬆 例如林鄭月娥仍然有Facebook帳號 而中資金融機構 會否完全跟從制裁令 都要有待觀察 曾經是多間外資金融機構 任職的前香港匯豐環球市場經濟師 林浩波對本台表示 要視乎美方有多嚴厲 不過反而這件事上 會令到中銀自亂陣腳 他還說 相信中銀會是其中一間 受美方注目的銀行 因為其實想想 如果那些外資金融機構 因為那件事 而令到他要減股帳號 其實已經做了一重過濾 就是說他可能真是 會抵觸到美方所定立的一些規條 現在他在某些中資銀行 開了帳號成功地的話 那些銀行當然就會成為美方 可能會抵觸規條的一些東西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那些真是高危 那些中資或者一些不膽 去接那些人的銀行 林浩波說 中國有一些本地銀行 不需要國際性業務 中國可能不介意犧牲一至兩間 但會不會出手相助 又是另一回事 他還說 今次美方發出強烈信息 不是說完就當沒了一件事 其實我也覺得 就是一個confirmation 說他會exactly 因爲藍絲的陣營 或者是很多陣營 就覺得他講完就算不上了 但其實他講得出這件事 或者是六十之外 要rerespond 就是想告訴一些 第一 建制派的人士說 你不要以為我做不出 另外一件事 就是告訴你 香港金融機構 你不要 只是靠擁大陸 鄧炳強回應說 完全沒有當是一回事 不會動搖他 對維護國家和香港安全的決心和信心 而同樣在制裁名單上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就說不會畏懼 並斥責美國無所不用其極地實施所謂的制裁 正式發出制裁警告之後 銀行股星期四全線下跌 目前在美國擁有業務的中資大行 包括中國銀行 建遷銀行 和招商銀行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文學音報道 台灣殺人案的疑犯陳同佳 赴台灣自首恐再次受阻 協助他的香港聖工會 教省秘書長管浩明 週三被指疑似為陳同佳辦理入台簽證 台灣週四表示已經拒絕了管浩明 和陳同佳的簽證申請 台灣陸委會回應事件時強調 港台兩方必須先談好司法管轄權 才讓陳嚴來台灣入境 強烈要求港方應該負起該案應有的責任 李自治報導 涉嫌在台灣殺人後潛逃回香港的陳同佳 早前公開說 計劃在今個月內到台灣自首 但距離今個月完結只剩下兩個星期 他的承諾是否兌現 引起台港兩岸社會關注 兩地就司法程序問題爭拗不休 多個香港媒體週四引述消息報道 台灣方面拒絕接受陳同佳 以及協助他的聖工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 到台灣入境簽證的申請 台灣陸委會副主委邱瑞正 同日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有關消息時候重申 市林地檢處已經說明 收到陳同佳透過委任律師遞狀 並呼籲這宗案件是基於事實調查的需要 香港政府應該無實回應 早前台方提出司法互助請求 合力協助將疑犯承之於法 實現司法正義 又說這種案件是涉及台港雙方管轄權 和公權力的行使 雙方應該先談好有關事宜 才有陳同佳來到台灣入境的問題 邱瑞正又指出 陸委會一再說明 政府對陳同佳案的目標是非常明確 就是要實現司法正義 早日還被害家屬公道 這個立場始終堅定 被陳同佳得到公平審判 和應有的懲罰 我們在這邊要嚴正波刺 所謂政治算計 凌駕司法正義 這個樣的不實說法 我們政府始終堅持著司法主權 相關單位也都做好了準備 但相關的安排涉及到台港雙方管轄權 及相關公權力的行使 這需要台港好好的來談相關的事宜 我們抱持著正面跟樂觀的態度 相信本案最終可以得到解決 我們在這裡又看到媒體報導 港方保安局的一些說法 我方強烈要求 港方應負起本案應有的責任 儘速與我方商討解決之道 那麼早日還給被害者及其家屬公道 彰顯司法正義 事件形成僵局 根據《蘋果日報》報導說 案中被害的潘曉榮 他的父母同日下午 去信律委會主任委員陳明通 信中說 縱使陳同佳在去年10月23日出獄的時候 曾經承諾會去台灣投案 但至今近一年仍然未有動身 令他們感到疑惑和困擾 希望台灣當局能夠簡化程序 和香港政府放下其見 盡快被陳同佳到台灣投案 接受法律制裁 管浩明暫時未有回應事件 只是在和傳媒通訊群組中 轉發陸委會在星期三晚的說法 當時陸委會指出 陳同佳案涉及 臺港雙方管轄權和相關公權力的行使 必須先完成相關法律程序 並由臺港雙方政府 談好相關事業 才有陳同佳來到台灣入境的問題 管浩明星期三下午被香港傳媒拍攝到 他前往位於金鐘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並手持護照、陳同佳的身份證 和一份寫有陳同佳名字的簽證文件 管浩明當時受訪時候說 是辦理私人事情 亦不願意透露和陳同佳到台灣有無任何關係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你直接報導 台灣立榮航空一架ATR72機型 編號B7-9051的軍方包機 星期四自高雄小港機場 飛往東沙島運送補給品 遭到香港的區管中心拒絕進入飛航情報區 該機基於安全的理由已經截返台灣 胡凱文報導 民航局對於立榮航空的班機截返一事表示 這是因為香港區管告知 飛經區域2萬6千呎以下有危險活動 因此拒絕立榮的航班進入 立榮航空的班機基於安全考量 航班折返 而由於香港飛航情報區 事先未有發布飛航公告 民航局已提醒港方 未來應該依國際慣例發布 以免影響航班規劃作業 由於空軍也不定期派機前往東沙島運送補給 軍方官員表示 立榮航空一事 民航局已有說明 目前空軍作業皆正常不受影響 福建漿州古雷港經濟開發區管理委員會 發布的禁航通告顯示 解放軍定在星期二開始至星期六 在古雷半島東側海域進行實彈射擊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胡凱文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星期三 在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的慶祝大會上表示 要吸引港澳的青少年到中國大陸學習、就業和生活 增加對祖國的向心力 然而近年香港的政治氣氛高壓 中港關係欠佳 不少年輕人對習近平的說法是無動於衷 聽聽劉兆豐和陳潤嵐的報導 記者星期四在旺角同學人大學 訪問了近六名年輕人 大部分對於大灣區發展不感興趣 當中大學生表現得尤其反感 大學生Lana就認為 近年政治氣氛不太好 市民到內地的時候 會怕自我審查的問題 認為大灣區只是一個養老的地方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會到台灣、澳大利亞等地發展 我想短期內都不會有這個年齡層的人 上去大灣區發展 大灣區給我的感覺像是一個養老的地方 可能那些人是退休之類 或者是真的找不到其他發展之後 他們才會選擇去那些地方 近年政治氣氛不太好 大家回到上去都會擔心我 感覺上就是 怕要很小心要自我審查 另一名大學生Alphys說 本身不喜歡大灣區 擔心兩地文化的差異問題 我自己本身來說都不喜歡大灣區 其實你叫我回上去 其實本身文化兩邊都不同 你學到些甚麼 難道學你無語錄的東西嗎 兩地文化不同 二來整個政制體系都不同 雖然香港的政制都現在漸漸地轉變簡單 其實相對來說我都是對香港有信心 始終回到去 我們一定是少數的批理 到時有些甚麼事 或者有些同學之間的問題 都一定會有些矛盾殘身 都不會是希望去一個這樣的環境裡讀書 前香港眾志副主席 學生組織教育野發言人 鄭家朗接受本台訪問時 兩地政府不清楚香港年輕人的訴求 我們是要求民主政制 要求一個公義的司法制度 要求一個民主的社會 自由尊重人權的政府 但是似乎現在立了國安法 接著去到現在教師被打壓 年輕人是完全見不到這個地方 是有希望的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是 已經對中國的制度 是這麼不信任的時候 那還談何要去到大灣區 去發展規劃自己的人生呢 鄭家朗有認為 香港和內地教育制度有很大分別 年輕人更擔心中共的洗腦式教育 內地教育制度很明顯 你會見到它不鼓勵思考 不提倡批判政府 不提倡去了解社會議題 所以你會見到很多時候 有一些社會問題發生的時候 政府都是會去隱瞞 本身香港教育有一種 那和內地教育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香港教育是會鼓勵你批判思考 要你去想出自己的看法 和一些獨特的觀點 不只是盲從依從別人 不過 從事貿易工作的陳先生就表示 會考慮到內地工作 亦不擔心兩地文化差異的問題 認為雙方可以慢慢溝通 工作可能有機會 可能有些客人是內地人這樣聊天 有機會有機會 但會不會擔心兩地文化不錯 或者安全 我覺得不會 因為文化這些東西很寫 就像亞洲和歐洲 大家都可以融合到 慢慢溝通就溝通 統計處最新的人口普查顯示 2019年中至2020年中 有約2萬人移出香港 港大社會工作 及社會行政學系港作教授 葉兆輝早前就在香港電台節目指 大量人口移民 是因為外國放股移民政策 降低門檻 對年輕人來說非常吸引 以來 加上香港的政治情況和社會撕裂 促使年輕人移民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劉少峰報導 接下來有 以邊峰的時間 關於台海局勢 不少分析都建構於和平和戰爭的議員獲分 但代曉國樂伊國際政策研究所 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 情況絕對不是那麼簡單 這份報告由花旗國國家情報委員會 前東亞國家情報官員卡爾弗 撰寫的報告指出 強國如果要發動台海戰時 它首要的目的並不是要出其制勝 而是要拖花旗國落水 被花旗國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 參與一場抗日持久 損失巨大的戰爭 文章警告 一旦這樣的情況出現 花旗國和它的盟友 有可能會出現內訌 與此同時 強國可能會借台海戰時 搞混東亞地區局勢 東亞地區一旦成為戰區 全球供應鏈會斷裂 交通行道受阻 金融系統也會受到衝擊 強國可能藉此指責 將責任推射給花旗國 指控花旗國 無法守護區內安全 卡爾弗估計 中共如果要挑起事端 它可能發射長程導彈進行斬首戰 攻擊台灣總統府 也可以攻擊台灣軍事設施 又或者是電力和電訊設施 中國大陸也可以實施封鎖 令台灣無法得到進口石油 也可以切斷台灣對外互聯網通信 當然 中共也可以佔領台灣外島 以作為搶灘半島的基地 並且作為阻止花旗國介入的據點 因為卡爾弗警告 台海戰士將會考驗到台灣百姓 作出頑強抵抗的決心 也會考驗到花旗國高度介入的意志 但說回來 協防台灣其實對花旗國來說是霍伯森的選擇 話說幾百年前 英格蘭劍橋有位馬社老闆叫霍伯森 他口說 允許顧客任意遭用一匹馬 但前提是 只能夠選擇最靠近門的那一匹 所以在英語中 霍伯森的選擇 即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感解 繼續回來新聞時間 四川橙成都大學的黨委書記毛鴻圖 星期四突然在朋友圈發出厭世的訊息後失蹤 至兩行間他還控訴校長行事專橫 校方證實毛鴻圖失戀並已經報警調查 知情人士透露該校的高層權鬥激烈已經不是秘密 但惡化至以命相搏的程度是使人心寒 聽聽黃小山和程文的報導 成都大學星期四下午三點多 發布簡短通報證實 網上流傳兇訴校長王清遠專權的訊息 確實是該校黨委書記毛鴻圖的首筆 通報亦證實毛鴻圖已經失戀 而事件仍然在調查當中 毛鴻圖理職黨委書記只有一年半 他星期四在社交媒體的朋友圈站文指出 成都大學校長王清遠 近年來先後逼走了三位黨委書記 而他是被壓迫和鬥爭最為激烈的一位 但他失敗了民眾流露出輕生意圖 稍後有媒體引述核區十零派出所警方的說法 聲稱事情已經結束 但相關消息需要成都市委宣傳部對外發布 而對毛鴻圖的生死警方就閉口不談 本台記者致電成都大學宣傳部 接聽電話的人士說他只知道現有的消息 如果有什麼新的消息 學校會對外發布 他還以消聲回應有關學校高層內鬥激烈的說法 堅持說不了解高層的事情 成都市委宣傳部就一直沒有接聽電話 當地一位學者告訴本台 成都大學是一所比較差的學校 人際關係複雜 內鬥嚴重已經多年 另一位知情人石先生說 成都大學歸成都市管轄 近年來因為在籌備明年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獲高達數十億元的資金投入 所以事態更為複雜 他認為激烈的權鬥背後 涉及市委級政府高層 否則事態不會惡化到這樣的地步 他是成都市所屬高校 認識了 所以事為人 這個時期他是 世界遷滅到 所謂市的 不得是高層 因為明年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在成都舉辦 而成都大學 就是主委上 生事政府 投了幾十個年 在成都大學 求見參觀 主持主委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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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先生還說 目前教育系統行政化 衙門化 早已是上態 因此大學裏面出現 你死我活的激烈權鬥 亦屬必然 反常從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他不給他一條線 你就是你死我活 他在中國 才走這個路子 現在 不管是中學、小學、少校 小學 小學是一個管人 小學全部成為二十多 根據公開的資料顯示 從2014年5月 現任校長王清遠上任後 成都大學頻繁更換黨委書記 王清遠上任只有8個月後 曾經擔任9年 成大黨委書記的屠火名 就被調離 2015年1月 成都官方調派了政廳級的市長助理 毛智雄 兼任成大黨委書記 但兩年後 因為超齡離職 繼任的羅波 只是維持了一年三個月 也被調離 之後 成都大學黨委書記職位 空缺了9個月 才由時任薇山市委常委 兼宣傳部長的毛鴻圖接任 為了從意識形態方面 徹底管控高校 中國官方一直以行政級別 綁定高校負責人 並且以黨的行政官僚 深度介入高校管控 但是這種雙軌制 不但導致管理僵化 更加導致黨政權鬥成為常態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華爾街日報報導 中國正在擴大 它的新冠疫苗臨床測試之外的使用 國藥集團 向即將出獲的留學生 提供未正式獲批的試驗性疫苗 有西方專家說 中國行動太快 有可能危及到公眾的健康 聽聽劉兆峰的報導 據報導 中國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其下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正在開發兩種新冠疫苗 據公司網站和申請注射疫苗的學生透露 國藥集團正在向計劃出國留學的中國學生 免費提供未正式獲批的疫苗 據指出 中國準備最早在下個月向公眾推出疫苗 很多西方衛生專家和契約公司警告 中國政府和公司 可能令公眾接種未經證實安全有效的疫苗 報導引述喬志成大學 全球衛生法教授高士丁說 中國這樣做 就為世界樹立了錯誤的榜樣 別人會認為它是有效的 所以他們會放鬆警惕 報導指出 此舉似乎表明 該公司正在利用緊緊緊的 使用授權在臨床試驗以外 向幾十萬人提供疫苗 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楊曉明8月份 曾對官方傳媒表示 疫苗的安全性有很好的保證 他是最近幾個月內 公開宣稱自己已經接種疫苗的中國官員之一 其他接種者 還包括中國疾病 預防控制中心 生物安全首席專家 武桂真 和疾控中心主任高福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劉淑峰報導 美國計劃擴大對中國制裁行動 美媒報導 特朗普已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加入華為、TikTok、微信等制裁名單之列 該集團與美國頂級的航空企業建立了合資的企業 引發了美方擔憂中國籍民用技術的合作轉移 最後轉為軍事用途 評論人士又指 中共在過去30年 受到國際社會的軍事制裁 近年是透過收購高精尖的科技企業 其中一些飛機是與美國公司合資製造 今年6月 美國總統特朗普 就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列入由中國軍方擁有或控制的公司名單 9月 特朗普希望禁止中國公司贏得聯邦外包合同 他表示 不希望中國能建造像美國那樣現代化的軍隊 而且是用美國的錢來建造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就在去年指出 自2008年以來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已經斥資至少33億美元 收購了至少20家航空、汽車和工程公司 主要集中在美國和歐洲 德國法學學者前約軍向本海表示 六四鎮壓之後 西方一些國家對華實施軍事禁授令 但是中共當局近年擴充軍備 不斷從西方國家購買可以轉化為軍用的民事技術 比如在德國收購機器人製造公司富卡 和飛機探遷為部件製作商卡特薩等 中共無法直接獲取美國的軍事技術 就不惜代價的引進和購買民用技術 比如航空技術 中共引進這些技術的首要目的是 把這些技術使用到軍事上發展軍備 來與美國抗衡威脅收邊國家 威脅世界合併 所以美國必須採取措施阻絕 美國的這些高端技術 在任何民用的渠道流露到中共手上 彭博社報導列出了一些 與中航工業集團合作的美國定級公司名單 包括通用電器、霍尼偉爾國際公司 和德士隆公司等 而法國時評人王龍龍 批評法國空客集團等企業 不顧國家安全 只是重訂單利益 與中共戰略工具營企業合作 去年法國空客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簽署了新的合作協議 中航與空客早就是長期的合作夥伴 與華為一樣 中航毫無疑問是中共的工具 很多國際大企業只看到訂單的利益 卻忽視了國家安全 高精尖的技術在毫無底線的中共政權 手中就會變成中共隨時可以引爆的炸彈 美國現在出台的這一系列措施是亡羊捕牢 現在澳大利亞也覺醒了 但歐洲還在沉稅或撞稅 彭博社報導中 特別指出 中航工業集團 在2011年收購了美國大陸航空 活塞發動機公司 該公司今年獲得美國財政部 500萬美元的疫情救助資金 而與中航建立合資公司的 內西特汽車集團 在2018年和2019年獲得了美國政府 超過6,000萬美元的研發援助 史丹福大學弗里曼 斯伯格里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馬斯特諾表示 這些夥伴關係 可能使中航受到美國關注 因為 這樣引起了國家安全的問題 在中國 很多國有民營企業 以及軍事和民用公司之間 沒有明確的界線 通用電器發聲明表示 和中航工業集團的合作 進行相關的法規 中航工業集團 和報導當中提及的多家 美國企業 未有回應事件 據中航工業集團官網介紹 該集團是中央管理的 國有特大型企業 是國家授權的投資機構 在2008年11月6日 由原中國航空工業 第一、第二集團公司 重組整合而成 核下有100多家成員單位 23家上市公司 員工超過45萬人 2017年 中國成立了 中國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 習近平兼任主任 習近平曾表示 中國民營企業 必須與軍隊合作 來增強他們的科技創新能力 目前中國生產出 一些關鍵武器 包括J-20隱形戰鬥機 Y-20大型戰鬥運輸機 和C-19E攻擊直升機等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美國的蘋果公司公佈 新一代手機iPhone12之際 近日傳出了蘋果公司 要求台灣的台積電 鴻海等多家供應商 將8.15至8.30的生產線 撤出中國大陸 有學者認為 外商在華投資 只因勞動力成本低 中國已經失去了諸多的競爭優勢 大陸的代工時代已經成為了歷史 聽下喬龍和文海英的報導 綜合外媒報導 蘋果為達至供應鏈多元化 在近期向台積電 鴻海等多家供應鏈廠商發通知 要求廠商 將15%至30%的生產業務 撤出中國 接獲蘋果通知的台灣廠商 還包括維創、和射等台灣企業 《台灣科技新報》 今個星期三報導 撤出中國大陸的台灣企業生產線 將會轉移至越南、泰國、印度等國家 報導引述市場人士分析 蘋果這個舉動 象徵著過去30年 西方企業設計產品之後 由大陸工廠生產的時代結束 即是科技行業一個時代的結束 未來蘋果的大方向 將會是大陸廠商 指令生產向大陸銷售的產品 蕭王其他國家的產品 將會由台灣企業在內的 其他國家工廠生產 貴州大學經濟學院前教授楊肖貞 今個星期四接受本台訪問說 外商撤離中國 是為了分散經營風險 我認為這是它分散風險的一個重大的戰略舉措 即使沒有中美交惡 就是一般的企業經營 不能將所有的一盞都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這是一個投資的基本程式 楊紹正說 目前中美關係處於緊張時期 美國對中國採取各種制裁措施 增加了蘋果公司在華經營的風險 更何況現在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 確實處於比較緊張的狀態 而且中國大陸現在 自己在違反自己制定的憲法 比如說憲法的言論自由的保護條款 宗教信用自由 印度科技部長普拉薩上個月說 蘋果已經有8家代工廠 從中國轉移到印度 金融學者司令對本台說 蘋果公司要求代工廠 加速遲離中國 轉移到那些東南亞地區 或者是南亞的印度 孟加拉國這樣的 勞動力成本更為低廉的 而且利潤空間更大的這些地區 這也是中國正在喪失 勞動力低廉成本這個優勢的一個例證 可以說蘋果公司 還有世界500強很多企業 從中國大陸撤離生產線 證明了外界一直對中國政府的 這個政策判斷方面 也就是說中國政府正在全面的實施 這個閉關鎖國這個趨勢 大連傳媒人圖先生就對本台指 中國改革開放40年 仍然不遵守國際市場的準則 這種獨裁國家不適合這種 自由市場經濟下的商業活動 蘋果在中國的代工也是一個台灣的企業 它在中國設廠用的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 本身就是一個產業鏈當中的末端 但是它給中國創造了很多的就業和稅收 接下來大部分的企業可能都會撤走 陶先生認為在華外投資設廠的外商 也都愈來愈意識到 中國不會接納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 因此選擇撤離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文海恩報導 中國強推港區國安法 危及到香港的高度自治 美國宣布終止給予香港的特殊經貿待遇 並要求進口到美國的香港產品 不可以再標注香港製造 必須改標籤為中國製造 對此,香港近日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會議上 反對美國的相關決定 並稱如果美方沒有解決方案 香港將訴諸WTO的爭端解決機制 胡凱文報導 彭博報導引述香港駐日內瓦 經濟貿易辦事處的網站聲明指出 香港常駐WTO貿易代表羅志康 在星期四的會議上表示 針對美國要求修訂原產地標籤 香港、中國表示強烈反對 羅志康指出 美國此舉不單無視香港事實上 是一個具有自己貿易政策 和產地規則的獨立關稅區 亦將會對雙方的商業交流 帶來不必要的負擔和困難 造成美國客戶混淆 羅志康指出 如果美國未能解決這項疑慮 他們將會按照WTO的爭端解決程序 捍衛合法權益 根據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另一封電郵聲明 美國在會議上說 他們正在評估香港的這項疑慮 等分析完成後將會給予回覆 報導指出 美國政府在今年8月宣布這項更改標籤的政策 要求將香港製造改為中國製造 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後來將該規定的生效日期 退延至11月 等進口商有更充足的時間去做準備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胡凱文報導 接下來有以邊峰的時間 跟大家說說美台軍售的前塵與往事 近日接連有報導指出 花旗國政府已經批准向寶島出售多款先進軍備 並且知會國會要求批准 美台關係有升溫的跡象 在歷史上 美台關係最高峰的時間 在1972年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之前 當時美台之間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中共方面就稱之為美長共同防禦條約 蔣介石的蔣 花旗國當時有部隊派駐在中華民國 甚至是有核武放在寶島 在越南打完仗的美國大兵 也會去到台灣悠陽生息 在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訪問北京的時候 中共其中一個主要的談判條件 就是要華府答應將台灣的核武移走 也是這個原因 台灣曾多次嘗試致行研發核武 但都被華府和國際社會制止 有分析指出 國共之間從未簽署和平條約 所以理論上 國共內戰還未完結 不過一旦台海再有戰事 可能就不是國共內戰 而是中美大戰 也將會在人類史上 首次有兩個核武國家教訓 美國之音的報導 引述國務卿蓬佩奧指 超過40個國家已經加入了美國領導的結證網絡倡議 5株流動網絡的國際安全形勢 因此大為改觀 李志志報導 蓬佩奧在星期三 在國務院記者會上說 超過25個歐盟和北約國家 現在是美國倡導的清潔網絡成員 有更多的國家之後也會即將加盟 這些國家承諾 只會使用值得信賴的通訊設備商 他還說 美國邀請全世界熱愛自由的國家 加入目前超過40個國家 和50間電訊公司組成的清潔網絡 美國今年較早前發布淨網行動 在電訊營運商、流動應用程式、應用程式商店、 網絡雲服務和海底電纜五大領域 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國設備和技術產品 並呼籲各國響應 過去幾個月來 蓬佩奧和其他美國高級官員 頻繁地出訪歐洲等地 推進世界各地加入清潔網絡倡議 敦促這些國家 在他們國內的5G網絡建設中 不使用華為等中國公司提供的設備和技術 美國國務院公布的信息顯示 英國、捷克、波蘭、瑞典、愛沙尼亞、羅馬尼亞、丹麥、 拉脫維亞等國家已經選擇在各自的5G網絡中 不會使用不可信任的供應商的產品 法國、印度、奧地利、韓國、日本和英國等國的主要電訊營運商 都已經拒絕使用中國共產黨監控體系下的工具 加拿大三大電訊商也說不會在5G網絡中使用華為產品 美國和它的盟國認為華為設備可能會被用來為中國政府進行間諜活動 華為公司對此一直否認 華盛頓支付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星期三發布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 和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合作的近八成國際夥伴和盟友認同 在自己國家的5G領域禁用像華為這樣的中國公司 過去幾年來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旗幟下 試圖通過投資等方式擴大它在歐洲的影響力 但是今年北京處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 改變了很多歐洲國家對中國的看法 他們現在更加願意接受華盛頓有關中國安全威脅的看法 並且更加認同應對這些威脅的措施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自治報導 好了 今天的新聞時間差不多 歡迎你明天再次來到自由亞洲電台